未赚钱男人让妻子待孕 不料妻子意外流产 我让你挣了那么多钱 你连我的孩子都保不住 雇主男人丧子之痛 欲起诉 却遭法院拒绝 告诉秦上阳 待孕不受法律保护 男人逃回家乡 变身养鸡大王 雇主千里迢迢 登门追战 丈夫的生财歪道 即将播出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法律讲堂 夏日的一个上午 在北方一个小山村 太阳把山村照得金灿灿的 在山村里的一户篱笆院 致富能手谭政委 正接受一个农民电视台的记者采访 记者这时候冲着摄像机说 我旁边的这位 就是这村里的土籍养殖大王 谭政伟 三年前 他在山里头 年收入才不到六千元 到城里打工不到一年 他就达到了月薪六千 后来啊 他又在城里经商致富 最终奇迹般的 达到日薪六千元 说到这儿 记者停顿了一下 面向谭政伟继续采访道 谭先生 请问您在市里干得这么好 为何毅然回到村里创业 干起这土鸡养殖场的生意呢 谭政伟这时候啊 有些紧张 他用一只黑粗的手握住麦克风底部 瞪着黑亮的眼珠 认真地说 我做事永不骄傲 永不满足 说到这儿 谭政伟突然停下了 他眼望大门处惊讶地喊道 刘昊 今天是什么风啊 怎么把你给吹来了 谭哥 你也不够义气啊 利用我发财了 也不说给兄弟分一半 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 今天我就是来要我那份的 给我去通快话 有记者在场 谭政伟觉得自己被刘昊的话 给噎住了 他清了清嗓子 冷笑着回答说 小刘 你算哪颗聪啊 过来跟我要钱 不管你听到什么了 别忘了 你就是个打工的 当初让你走人的时候 我可是给了你三个月的工资 还想要钱 你跳窗户吧 没门 刘昊失望地点点头 用手指向谭政伟 好 你等着 有胆 你就告诉记者 你到底是怎么付的 你老婆没下蛋 你下蛋了 说完 刘昊 匆匆地离开了 在场的记者突然好奇起来 刘昊说的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什么叫谭政伟的老婆没下蛋 他下蛋了 这个养鸡大王 谭政伟到底是怎么发财的呢 难道他光彩成功的背后 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吗 三十多年前啊 谭政伟出生在山村里一个贫寒的家庭 由于家里没钱 他从小就没受过什么教育 十多岁起就靠帮人养猪放牛 为家里贴迹 三年前 幽默机灵的谭政伟 因为总帮同村姑娘薛梅家放牛 取到了本分耐看的薛梅 可成亲办喜 几乎花光了这些年所有的积蓄 于是成亲没几天 敢想敢聘的谭政伟 就带着老婆从山村来到城里 投靠一个老乡 帮人刮大白 打扫卫生 做苦力挣钱 结婚一年多 两人一直没雇上要孩子 这一天 谭政伟带薛梅来到一家 非常豪华隐蔽的私人诊所 他对老婆说 老婆 咱们准备要孩子吧 我认识一个有钱的大哥 叫秦少阳 你以前还跟着我给他家别墅 打扫过卫生呢 今天我又给他家安阳光房的时候 我提了嘴 说想要孩子了 他就介绍咱们到这里来 用高级技术免费检查 薛梅 没做过孕前体检 他想不到 这顶尖的医院 一住下来 连吃药带注射 又咽血之类的 一查 就是一个多月 薛梅不想辜负了丈夫的心意 可最后 实在是待不下去了 他就问谭政伟 大伟呀 我又没有病 他们为什么翻来覆去的折腾我呀 可还没等谭政伟回答 主治医生走了进来 高兴地告诉他们 恭喜了 必超检查 现在两个胚胎的胎心和着床都非常的稳定 可以出院待产了 薛梅听完 整个人就呆了 什么 医生的意思 是我已经怀孕了吗 还是两个 而谭政伟这个时候 看医生走后 从兜里掏出一锣钱 交给了薛梅说 老婆 怕你紧张 我就没敢先和你交代 这是五万元预付款 只要生下这孩子 秦老板说 还会给我们五万 你什么意思 秦老板 我们生孩子 他为什么给我们钱啊 薛梅的心 像坐过山车一样 急转直下 他揪住了丈夫的衣领 眼镜里写满了问号 这个时候 谭政伟才竹捅倒豆子 把藏着的小算盘 全抖了出来 通过观察总结 他觉得 自己要想创业赚钱 一枚本钱 二枚技术 就必须得借势 正所谓 跟着千万赚百万 有了这个念头 他就开始 想尽一切办法 结交有钱有势的人 其中 谭政伟认识的秦少阳夫妇 就是经营家电 及知名品牌 五金剑生意的 亿万富翁 在市里 开着多家门店 两人早年创业繁忙 为了做好事业 曾经决定 先不要孩子 可这越不想要 妻子越是意外怀孕 十年间 秦少阳的妻子 接连打了五次胎 这些年 秦少阳夫妇的生意 经营的有声有色 住在别墅区的两口子 突然想为事业留个接班人 可已经四十的妻子 却怎么要孩子都留不住了 秦少阳夫妇 焦急万分 找到医生 然而医生的答复 让他们俩 大失所望 医生检查后说 秦少阳妻子是习惯性流产 为了怀孕 秦少阳的妻子 吃了无数药 做了好几回试管 一次次保胎 却一次次失败 精神已经到了 几乎崩溃的边缘 秦少阳心疼妻子 本来狠下心 决定干脆就不要孩子了 可妻子呢 却跟他商量说 想找一个代孕的 解决一家的痛苦 于是大半年前 秦少阳就安排手下去 找干净的母体来代孕 而就在谭政伟 帮他家安阳光房的时候 谭政伟无意听到了 秦少阳训斥手下的电话 怪对方 怎么就找不到代孕的人选 于是他就赶紧自己做主 帮妻子接了这单十万元的活 薛梅是个思想简单的女人 了解了这一切后 她觉得丈夫的做法也不是什么坏事 不仅能帮别人 自己呢也能赚钱 嫁鸡随鸡 嫁狗随狗 反正孩子已经怀上了 那就都听丈夫的吧 薛梅出院后 没几天 她就听谭政伟说 秦少阳已经带着她开始做生意了 而又过了四个多月 到了薛梅的生日那天 赚了钱的谭政伟 带老婆来到了商场 准备开始购物庆祝 两人站在福奇上楼 俯视着店内气派的装修 这个时候 谭政伟摸了下薛梅的肚子 得意的说 老婆 今天随便买 借这两个小家伙的光 你老公现在也当老板了 上个月 我卖秦总的五金件平均北天赚六千 薛梅听完老公的话 惊讶的整个人像冻住了 十八万 现在老公一个月能赚十八万 薛梅激动的手舞足蹈 高兴的眼泪都挤了出来 可这个时候 薛梅一个不小心 脚底踏空了 咚咚咚咚 谭政伟眼睁睁的看着薛梅 折了出去 又滚到了地上 没一会儿 薛梅的身下就流出了一滩血 谭政伟一个机灵 他大叫一声 孩子 快送医院 可不幸的结果还是发生了 护士最后通知谭政伟 薛梅怀胎五个月的一对龙凤胎 全都没保住 好在大人黯然无恙 留的青山在 以后还有机会 在护士的引领下 浑身发抖的谭政伟 见到了病床上打着石膏的妻子 薛梅哭着问 你通知秦总了吗 咱们之前收的那五万 他会不会要回去啊 谭政伟的眼泪也流了下来 他拍着自己的脑袋 懊悔的说 都怪我 这下可好 财身也没了 现在不是五万的问题 你怀孕以后 我跟秦少阳又提了个条件 就是让我奢他的货卖 他代理的五金件 都是牌子 我以前听他说 库存不少 就找到这个机遇 卖完以后 跟他分立 对他来说 这点钱 当然不算什么大事 可对咱们 那是翻身呢 说到这儿 谭政伟又看了看痛苦的妻子 眼睛里 突然闪过了一丝脚霞 他坚定的说 咱先不告诉他们 你啊 一切听我安排 男人让妻子隐瞒流产 跟向雇主气急败坏 告上法院 我让你挣了那么多钱 你连我的孩子都保不住 雇主追讨一百多万元欠款 法庭上男人拒不认账 你看 这上面没有我们公司张 秦少阳提供这些证据 和我们公司都没关啊 法院判决男人胜诉 为何又遭雇主 登门追战 丈夫的身材歪道 正在播出 两个月后的一天 在山村里谭政伟的老家门前 秦少阳开车到访 一下车 秦少阳的鞋一脚陷进了泥里 他扶住树 用力一拔 可还没等站定 只听刷啦啦一阵树叶经落 秦少阳发现有个人 在上头的树梢里 正要往下窜 这个时候 一个裹着头巾的乡下女人 左肩斜跨着个篮子 从树上三步两步就跳了下来 秦少阳定睛一看 天呀 这不是薛梅吗 他赶紧扶住薛梅 关切的问 你怀着身孕 怎么还爬树啊 你这两个月不见 谭政伟不是说 你嫌城里有雾霾 到山里静养吗 你现在 你这是对我们不负责呀 薛梅像做了贼一样 低下头 捏声捏语的说 树上有窝 我去掏两个蛋 就在这个时候 谭政伟从树对面的院里 走了出来 看见老婆低着头 红着脸 不敢直视秦少阳 他赶忙过来 挡在前面 假装难过的说出真相 秦总啊 我老婆怕你们伤心 不知道怎么说起 这既然您来了 就别瞒了 之前我老婆在市里摔过 两个孩子都掉了 啊 谭政伟 你耍我是吗 秦少阳听完 气得脸都绿了 开始大骂起来 一边骂 他还一边要钱 我让你挣了那么多钱 你连我的孩子都保不住 孩子没了 这么大的事才告诉我 你们你们是违约 把预父生孩子那五万给我还过来 还有 我的货 你再也别想卖了 把你最后订的那批货 那一百多万 你赶紧给我 否则就不是那么便宜给你了 你得给我市场销售价 秦少阳知道孩子没了的事情后 气得脸都绿了 一边大骂谭政伟不守承诺 一边要钱 而谭政伟却狡辩成 自己对一百多万元的货毫不知情 至于孩子的事情纯属意外 秦少阳听到这 感觉后背被捅了一刀 他失望的说 没想到啊 谭政伟 你隐藏的太深了 你简直刁民一个 货怎么不是你定的 两周前你手下刘浩 按照惯例打电话到我公司 发货到指定地点 刘浩都签了字的 我说你这回怎么定了这么多 一直都不结款 原来你是想赖账独吞 谭政伟一脸的委屈 解释说 秦总 真不是我要的 小刘打没打过电话 我还真不知道 不过他已经不干了 家里有事 早就走了 连他以前用的号码都留给我了 我也联系不上他 秦少阳对着突如其来的一击 毫无防备 他没想到 谭政伟竟然会泄墨杀驴 当初 谭政伟大言不惨的找自己来借货要卖 让自己给他一个低一些的底价 货卖完以后收到款后再给自己付款 秦少阳明白 谭政伟这是想空手勤狼 借机圣诞 但是考虑到谭政伟老婆 带着自己未来一双儿女 而谭政伟呢 摆脱贫困的心情强烈 觉得即便自己帮助谭政伟 他也未必是做市场的料 就爽快的答应了他的想法 并且呢 以成本价给到谭政伟 让他贷卖五金价 赚钱试试 而且呢 要求这个销售价 必须与秦少阳公司的定价一致 基于信任呢 双方就没有签合同 可也怪了 谭政伟虽然没念过书 却真是销售的好手 短短几个月间 谭政伟通过电话营销 以及口碑相传 竟然卖掉了秦少阳大量的库存 而且还办起了公司 雇了两三个人 谭政伟与秦少阳是利润五五分成 秦少阳算了算 刨出去成本和销售提成 不算最后的那批货 谭政伟怎么也从他那赚了几十万 可眼前倒好 不仅孩子的事 竹篮打水一场空 就连谭政伟最后一次定的那一百多万的货 他现在都不认了 这可怎么办呢 秦少阳看再与虚伪的谭政伟耗下去 也不会有任何的结果 索性打到回复 第二天他来到法院 以谭政伟夫妇违反约定 让他失去了一对龙凤胎为友提起诉讼 然而法院却拒绝了秦少阳的诉讼行求 而法官经过审查 告诉秦少阳 代孕不受法律保护 根据卫生部2001年发布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规定 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 而根据合同法第52条第五项 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合同是无效的 因此代孕合同无论是口头的还是书面的均无效 不受法律保护 法官告诉秦少阳 不欲立案 秦少阳气得直拍桌子 那我告谭政伟他们公司拿我的货不给货款 法官在详细询问情况后 让秦少阳以公司的名义 签写起诉状等材料 以合同纠纷案有立了案 案件开庭以后 秦少阳主张 谭政伟的公司 其工作人员刘浩 打电话订了一批100多万的货 超过原来口头约定的结账时间 谭政伟公司呢 应该立即返还货物或者支付货款 并且提供了由刘浩签字的送货单和结算单作为证据 然而谭政伟却辩称道 法官 这上面没有我们公司张 小刘我是认识 这字的确也是他签的 但是小刘不是我们公司员工 与我们公司没有劳动合同 秦少阳提供这些证据 和我们公司都没关啊 让秦少阳想不到的是 由于没有合同等有力证据 一审法院最后判决中 也认为刘浩签的单据 不能代表被告谭政伟公司的意思 对证据不予采信 驳回了秦少阳的诉讼请求 秦少阳不服 提出了上诉 然而二审呢 维持了一审的判决 上诉后的谭政伟 回老家风风光光的 开启了土鸡场 而且利用在市里原来的公司销售土鸡蛋 生意是越发红火 被当地人誉为土鸡大王 而就在记者来采访的这一天 刘浩突然来找谭政伟要钱了 回家乡变身养鸡大王 男人却遭员工起诉 钱你给不给两说 你得证明我不是被开除的 员工的一张离职证明 缘合成雇主追债的新证据 签字的这个刘浩 是个关键性的证人 你要设法从他那下文章 雇主请律师出主意 这次他能要回一百多万元的欠款吗 丈夫的生财歪道正在播出 过了一段时间 谭政伟突然接到通知 刘浩在谭政伟公司所在区的劳动仲裁委 居然把他们公司给告了 谭政伟来到仲裁庭一看 原来他告自己的公司没按照劳动法规定 跟他签书面的劳动合同 而且还违法开除了他 使得他到新单位找工作不好找 保险关系也承接不清 谭政伟没好气的说 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你走的时候我可是给了你三个月的工资 连条都没让你打 你还好意思要补偿 刘浩这回不再硬气了 他几乎是求着谭政伟说 谭哥呀 我在老家挣得少 我还得回市里干 钱你给不给两说 你得证明我不是被开除的 以前在你那都干了什么工作 要不然我这下家不好找啊 仲裁员一看 双方有商量的余地 于是呢就进入调解程序 谭政伟不想在刘浩身上浪费时间 最后在刘浩的坚持下 他同意由仲裁庭为他们出具调解书 调解书上面清楚记载了 刘浩在谭政伟公司的合同期限 工作内容以及为何离开公司 仲裁结案以后 谭政伟以为一切都结束了 正在他全心全意经营自己的土机场时 居然接到了对之前索要货款合同纠纷案件 进行再审的通知 谭政伟这时有点懵了 咱们国家不是两审中审制吗 怎么还能再审呢 原来秦绍阳败诉以后 悔不当初他找到了律师帮忙 律师善意的问 秦总您做生意做这么大 怎么没早点想过找个律师啊 随后律师针对秦绍阳的损失 总结了一个关键性的风险漏洞 那就是没有签好书面的合同 说到这儿 律师诚恳的说 秦总为了您今后的风险防范 在这里啊 我必须要讲一个基本的法律知识了 那就是合同法上规定的 定立合同的形式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 当事人定立合同 有书面形式 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 采用书面形式的 应当采用书面形式 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的 应当采用书面形式 实践中 为了防范违约的风险 最好呢 还是以书面形式 定立合同 听完律师的讲述 秦绍阳是连连点头 但是呢 也迫不及待的问道 律师啊 那我这个案子 现在还有救吗 律师深思了一会儿 又算了算时间 回答说 根据法律规定 当有新证据 足以推翻原判决时 当事人是可以申请再审的 咱们要想提供新证据 签字的这个刘浩 是个关键性的证人 你要设法从他那下文章 就这样 秦绍阳通过刘浩的身份证件 千方百计的在其老家找到了他 这一下他才知道 谭政伟让刘浩订完最后一批货后 说老婆有病了 准备停业 于是就把他和其他员工都打发走了 秦绍阳希望刘浩为自己作证 刘浩有些犹豫 他本来想找谭政伟要些钱 就不做叛徒了 可是谭政伟却拒绝了他 于是他就按照秦绍阳的安排 打了劳动仲裁案 又为其出具了证言 到了再审庭上 秦绍阳的律师拿来了刘浩提供的新证据 提出原判决中 谭政伟承认了入货单均为刘浩签写 但是不承认他是其公司的员工 所以判决认定支付货款与谭政伟公司无关 可此时提交的仲裁调解书 恰恰证明了入货单上签字的刘浩 是谭政伟公司的员工 只不过是公司未与他签劳动合同 而且被违法解除了 同时呢 刘浩还证实自己的签收行为 是老板谭政伟安排的职务行为 以往货送到哪儿 几乎都会派自己去计数签字 已经呢成为了交易习惯 由此 律师认为 该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应欲重审 法院最后采纳了律师意见 对本案发回重审 而重审法院结合律师的新证据 认定了入货单的真实性 最终撤销原判 改判谭政伟支付一百多万元的货款 及相应的利息 直到这时 谭政伟才坦白 自己因为违反秦少阳的约定 低于厂家定价销售 货物才卖的那么好 孩子掉了以后 他怕秦少阳不会再借货给他卖了 就起了贪念 想要再定一批货 多赚点试点 现在呢 他求着秦少阳 能不能少要一些 可是秦少阳 再也不会同情他了 他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 由于谭政伟的公司 已经实际经营家乡的土机厂的业务 存款呢 以不足支付给秦少阳 法院一申请 最后执行了谭政伟土机厂的全部财产 谭政伟最后落得个鸡飞蛋打 被执行了八十多万 其余欠款还需在有偿还能力时 继续履行 其实啊 在财富积累的过程中 巧用借机生蛋的方法赚钱 的确是个好的支付点子 但是千万不要见利妄议 违背承诺 丢掉诚信 而在民间借贷和生意往来中 大家呢 也应该注重书面合同的签订 不能因为感情因素造成巨大的风险隐患 好 感谢收看本期节目 下期再见 父亲涉嫌行贿被捕 儿子花重金托老同学捞人 把人给捞出来 需要二十万元 儿子把买婚房的钱搭了几次 老同学却开出更高价码 如果想彻底消 需要再拿三十万 为了筹钱 儿子不惜欺骗女友 可关键时刻 老同学缘何拿钱失踪 父亲被捕 儿被骗 下期付出